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智25岁来自江苏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颜24岁同样来自江苏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哈 小片里说谈了三年了是吧 对 你现在在读研对吗 对 异地恋 对 我在家职处 他在年龄港工作 你去读书读了多长时间了 我今年刚刚读研 刚读研 刚取 异地是吧 对 不知道怎么下去了是吧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 是你不想继续还他不想继续 今天是我不想继续了 我想谈了三年多 三年多 每次遇到什么问题 他从来不想解决问题 每次都用分手威胁我 我想着两个人遇到什么事情 就好好沟通嘛 但是他每次都对我采用冷暴力 现在我俩异地了以后 我就觉得他对我更冷淡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继续 你们俩因为什么提过分手 你给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 就有一次 我俩在路上走着嘛 他就一直在玩他的手机 聊特别开心 我就好奇嘛 他跟别人聊啥聊这么开心 我就上去瞥了一眼 他把手机护得死死了 就不让我看 他就跟我说 觉得我不尊重他隐私要跟我分手 可是你这就是不尊重我的隐私啊 我都跟他明确讲 我说我在跟一个男生在聊天 不是在跟女生 我就跟他解释 他才不信我 我就瞟那么一眼 你至于跟我闹分手吗 自己也不想想我为什么怀疑你 他就是经常犯原则性错误 跟女孩子交往没有分寸的 有一次 他去考四级 我兼职嘛 我路过他考场门口 我想着他经常不吃早饭 我就想着 我给他买点早饭 去给他加加油 我本来特别开心 我拧着早饭去找他 结果到了考场外面的时候 我竟然看到 他把那手搭在别的女孩肩膀上 谈谈笑笑得特别开心 我当时一下心里特别失落 但他那英语成绩不好嘛 我又害怕他看到我哭 影响他考试成绩 我把早饭塞给他 我一句话也没说 我就走了 事后我跟他讲这个事 我想着 他应该跟我解释一下 最起码哄哄我吧 他结果又说 我无力全脑要跟我分手 当时是这样的 那个女生她有认识 我觉得普通朋友之间 就是大一下肩膀 就鼓励一下 就是说你会考好的 你会过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 然后就算是 别的我认识的男生 大一下你的肩膀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呀 我是你女朋友 我看到你把手 搭在别的女孩肩膀上 我就问两句 你就至于跟我分手吗 如果要是你要是这样子 让我天天围着你转的吗 那我还就没有出朋友的空间了 我也没让你 时时刻刻围着我转 我好奇啊 你们俩这个 说交往了三年 提了二十多回分手 是他提的对吧 对都是他提的 那为什么还没分掉呢 每一次我俩落分手吗 他都是过了好几年 他又来哄我 因为他是我初恋嘛 我其实一直打算 跟他走到最后的 就是每次他哄一哄我 我又好了 就是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他挺在乎我的 我俩那时候去爬山嘛 我俩去那超市买水 他每次都问我说 你要喝啥啊 你随便拿什么的 然后我拿完了 他给我付满钱 他每次自己都去 挑那最便宜的矿泉水盒 我俩都没钱 他都能把好的省给我 我当时我想 真的他挺在乎的 你刚才说 所谓的原则性问题 就是他把手 搭在别人的肩膀上 还有一次 我去看他那 十佳歌手比赛嘛 我就到了门口 我看到他抱着别人女孩子 当时我真的是 又气又难过 但是那么多人都在那嘛 而且上一次 他搭别女孩肩膀 我跟他说了两句 他就说要跟我闹分手嘛 我当时我也没敢说 但是我心里 我真的感觉特别委屈 我回去我就跟我最好的朋友 哭了两句 然后被他知道了 他又跟我说 嫌我把事情告诉别人 说觉得我小心眼 又跟我提分手 那个女生是我学妹 但是她比赛说 之前说她比较紧张 她说学长能鼓励我一下吗 她当然已经这样子了 我能往后退吗 这样子那么多人在的话 是不是太不好了 然后我就理性地 轻轻地 就那么一下子 然后就被你看到了 然后你就一直在那边说我 那关键是 我后来我问你 你怎么了 你怎么回答我 你就说没有什么 但后来我们两个的事 我是从你朋友的嘴中知道的 你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讲给我呢 我敢跟你讲吗 上一次他搭扁女孩肩膀 我就跟他讲了两句 他又要跟我分手 这一次我都没敢跟他说 但是你跟别人说了 那人还没保密 我真的特别委屈 我就跟他就讲了那么两句 他就又跟我发脾气要分手 又分 我们俩之间的事情的话 你应该跟我讲坦诚一点吧 我什么事我都跟他讲 我就解释清楚了 不是人家跟你讲了 你不是还抱吗 所以人家也不敢讲了吗 我事后有感觉他不对嘛 然后我就觉得 我要问你一下 我说你怎么了 但他就是 那别的男孩 看到女朋友误会这种事 肯定都赶紧地 跟女朋友解释 然后哄一哄 我连讲都不敢讲 三年他跟我提二十多次分手 我真的我就感觉 搭别人的肩 一次搭肩 一次拥抱 这才分了两次 还有什么分手里面吗 还有呢 这不我要来读研了吗 我走之前 有一次我就没忍住 我偷偷看一下他手机 我点开他那微信 点开女孩的头像 当时那女孩竟然跟他说 我决定不把你放在 我男朋友考虑范围之类了 他竟然反问别人说 为什么呀 我当时一下我就特别气 我想着 那他肯定是问别的女孩子说 我能不能当你男朋友 什么之类的话 对吧 然后我跟他讲这个事 他不耐不跟我解释 他就说 觉得我舞力曲道 又要跟我分手 没有 这个事是这样的 就是那段时间 我们不是闹得很僵吗 当时我心情也不好 最后我就感觉 我不了解 他心里在想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做 然后后来我就 想通过跟别的女生聊天 然后感觉 女生是怎么想的 然后后来我就问那女生 我说你们女生 所有标准是什么样子 那他就说要是我的话 你可能不是在我男朋友的选择范围之内 然后我就很开玩笑 跟他讲 为什么呀 就这样子 我也没有跟他讲什么 而且后来我反省了一下 好像是有点我不对 所以你没有发现那段时间 我对你比以前更好 你是对我更好了 你因为什么对我更好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因为什么 你说说看 当时他跟那女孩 聊天记录删的 就还剩那么两句了 事情是不是他讲的那样子 我根本就不知道 不是我之前 我也是经常 隔一段时间 会把聊天记录给清理一下 对我也跟他讲过这事 反正你这个理由反正都 平常你们俩 是不是你主动一些姑娘 对 他会嫌你黏她吗 特别嫌我黏她 我想第一次分手原因就是 那个时候 我们都刚上大学嘛 就经常跟朋友出去玩什么的 他第一次跟我闹分手说 觉得我跟朋友亲 跟他不亲 因为我以前也没谈过那样 我就想 我是不是真的就是 他不重视我男朋友了 陪他时间太少了 我想我多出点时间陪陪他 结果他说 我连着他觉得 我应该有点自己的生活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讨好你 你不觉得那几天 我们真的是连着 真的是发孽 就是就做什么事 都要在一起 然后我就觉得 每个人肯定得有 自己一个私人空间嘛 我希望你自己 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事 你知道吗 可是我不能够总让我 你希望他是 你想他的时候 他就出现在你面前 也不是 就是自己有事的时候 可以做自己的事 然后没有事的时候 我们俩可以在一起玩 对对 就是你想到他的时候 他来就最好吧 也不对 就是感觉 那咋不对呢 我是觉得 你看啊 人家跟自己的朋友好 你说哎呀 你都不关心我 人家不搭理自己的朋友 你又说哎呀 你碾死我了 你这是分两次手 不是 我是觉得 他自己光顾着 跟我在一起 他自己就忘了自己了 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他不行 因为这些事 他对我给他买的东西 他的各种挑剔 我想谈恋爱嘛 我给他买了一对情侣戒指 但是他从来都不断 每次都乱丢 有一次我就问他 我说哎 你为什么不带 我给你买的戒指嘛 他跟我说 哎我怕别人都知道 事有用 说我是有恩爱 还有一次 因为我知道他买东西 就特别挑剔嘛 我当时想给他买一套衣服 我问了好多 就是男生朋友嘛 花了好几天 特别用心 给他搭配了一套衣服 我就想着 他穿上我给他买衣服 也能开心一点嘛 结果衣服到了 他事都没事 就跟我说 你拿去退了吧 因为那衣服真的很丑 我跟我室友都觉得 那衣服就丑暴了 所以我就觉得 不好看衣服 我为什么要实穿呢 哎我 我觉得你这个人 也是眼光不行 你喜欢的都是丑暴的东西 你发现没有 当时我就觉得 我不太喜欢的东西 为什么要勉强我 是是是 就感觉有东西 你不喜欢吃了 但有人偏要勉强你吃 能吃得下去吗 你们俩能吃在一起吗 是 不想吃我都不生气 我们两个吃都吃不到一块去 我特别爱吃辣的 他喜欢吃甜的 他一点辣都不能吃嘛 我想去吃饭 我就说 哎你先点 但他每次都挑他自己喜欢吃的点 一年十几天 他都点辣金酱肉丝 然后我跟他说 我不想吃 我一旦说我不想吃 他就要跟我 发脾气器 要跟我吵架 我在每次点餐这 我说你吃不吃这个呀 吃不吃那个 他说 我随便啊你随便点就好了 看着点 他既然都说随便 那我就觉得 那我就自己点吧 结果 等菜上来之后 他就说 我不吃这个 你为什么要点这个 我不吃 这让我怎么办你说 下次就别点了呀 那我点什么呢 就 我问什么 他说吃啊随便 那你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吗 吃辣的 但是我又吃不了了 你们俩怎么在一起三年的那姑娘 这没一样能证明你们俩能在一起呀 因为我就特别舍不得他嘛 我一想到身边没有他 我就感觉 哎呦我过不下去 我就每次他哄哄我啊 我就好了 哦 你这三年生病什么的 他会照顾你吗 每次我生病嘛 其实我就希望我男朋友 就能像小说里面暖男一样 他关心我 我也不是照顾我 嗯 我就希望他能跟我说 哎你起来我带你去医务室 或者跟我说 我给你把药 你把回来了 当然他每次都跟我说两句 哎你多喝点热水 就这么就把我打罚了 因为我每次我感冒的时候嘛 然后我只是喝点热水 睡一觉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办法挺有用的 我就觉得他每次总是想设想 我成小说里面那种暖男形象 其实你不是对吧 也不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那种形象的话 在现实上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 啊 而且谁没有个事呢 谁 他就想我今天要回他转 他一生病你就有事呗 我再问啊 女生一上场的时候我问你 我说你今天来干嘛 你说我要分手 是什么促使你要分手的 你能告诉我吗 就现在我俩也异病了嘛 啊 他对我真的就是 比以前还冷淡 啊 我有时候给他发消息 他过好久才回我 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回我 啊 我晚上聊天到十点多 他跟我说 他困了 他累了 想睡觉 嗯 因为我刚去西安嘛 陌生的地方 我有特别多话想跟他说 嗯 但每次我想那你累了你就睡吧 但我晚上经常刷朋友圈嘛 刷到十二点的时候 我看他在我家共同好友下面评论 哎呀 我那那那看错了 看错了吧 嗯 没有 跟他讲完我真是 但是后来就因为工作 突然想起来有点事 突然就没有睡着 然后就全 没出去刷了一下 我俩现在异地嘛 嗯 其实我恨不得赶紧结束异地 我俩能在一块 其实我跟他讲过未来的事情 但是他每次就是 我一讲未来他就嫌我烦 哎 你的意思是 你跟他安理事 或者提了你要跟他结婚是这个意思吗 对 女孩子都有幻想嘛 每次我跟他说结婚的时候 他就说 感觉我给他压力 说过好多次啊 你可是用的每次哦 对 我有时候看到我会跟他提 但是他就说我给他压力 他就是从来都不正面回答我 关于结婚的问题 我就想我一个谈了三年的男朋友 他连结婚都没想过 我其实就想知道 他是不是就玩玩的心态吗 哦 我也 因为我俩也见过父母嘛 我想着我们双方父母能见个面 彼此认可一下 但他连就是说 让我们双方父母见个面的承诺 他都不愿意给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继续 我现在听明白了 不是因为异地 是因为姑娘要逼婚了 双方父母见面 男生不愿意是吧 也不是不愿意 就是因为我觉得 谈三年 这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说房父母什么时候见面 你说 这个 什么时候见 我自己都不太清楚 这个我真的觉得 我不太喜欢 就是轻易地给你许诺 因为如果要是成了的话 那还好 如果要是不成的话 我觉得 那连我自己这坎我都过不去 那就跟他分手不就完了吗 但是我觉得 我们现在发现这些事都是小事 我觉得不足以去分手 而且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就是 去用实际行动去做 行吧 我觉得不太想分手 三年 异地 当时考研没有 共同商量一起考研 他比我高一见嘛 他当时 他英语成绩也不是很好 所以你考研的时候 是怎么想的姑娘 我就想着以后找工作 选地高一点 就安稳一点 挺好 挺好 这要不考研 还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考上研 其实对他来说 应用那句话 叫知识改变命运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丘比特问卷 我问一下女生啊 就真的跟他分手了 能怎样 之前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每天 都待在一块嘛 一没有他 我就觉得我干什么都不行了 现在因为我出来读研 我俩也不在一块了嘛 我觉得没他也差不多 就那样 其实没他 我也能够挺开心的 所以他现在害怕了 你二十多次分手 都是真心想分的吗 不是啊 是的 没有 就是 是的 现在人家想真的分手了 你害怕了 我本来一开始 刚看到台本的时候 我在想 哎呦 这个天天提分手的人 肯定就是心虚自卑 但是我发现 通过你们讲述 你们之间的发生的事情之后 我发现 你根本不是 你就是真的想分手 因为你根本不在乎 这一段感情 你连最基本的尊重 都没有给他 弹劾爱情 他精心为你打扮 为你搭配的一身衣服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送给你 你都不会对对方说出 退了吧这三个字吧 还会说自己女朋友 给自己选的衣服 丑暴了 你对待这段感情 没有付出所有的真心 你说没有到时间结婚 或者怎么怎么样 需要时间发展 所有一切全是借口 你的借口太多了 一点都不真诚 所以我觉得女生现在 要想想 为什么在三年当中 一个男生提二十多次分手 每一次你都很委屈 发现问题了 居然都不敢 跟他直接沟通 因为怕他生气 如果谈恋爱 让自己变得这么卑微的话 那这段恋爱不谈也罢 所以在下一段感情 或者说以后的感情当中 不要让自己 在感情当中变得太卑微 否则的话 你自己不自信 自己变卑微 就不要怪他 替二十多次分手 好 谢谢 姑娘 我不知道你 遇到他之前 你想象当中的恋爱 你觉得一个人 站在黑暗当中 在心里默念 你快看看我 快注意我 别人能看得到你吗 你活得很不真实 你们俩你是假客气 他是真不客气 你心里难道 不想渴求爱吗 不想撒娇吗 不想对他愤怒吗 你想 你要装成一个 贤妻良母的样子 这就像一个人 跟邻居说 周末都到咱家 来坐一坐 咱家有好吃的 其实那是假客气 没想到那家伙 真的每天都来 把你们家吃得 一干二净 就这样的人 如果你跟他 再这样处下去 总有一天 他会带着 另外一个女生 找到你 然后跟你说 以下这番话 他会跟你说 我今天要跟你分手 分手不是因为你不好 就是因为你太善良 而我为什么选择他呢 是因为他太脆弱 他要是离开我 他就惨了 你不一样 你就是那种 被打倒多次 还能勇敢站起来的女孩 你说到那个时候 你是不是欲哭无泪啊 你对他总是有求必应 总有一天 会变成理所当然 你对他百般的纵容 总有一天 会变成本该如此 你对一个人的好 他得领会得到才行 他要是领会不到 你说你那好 不是驴肝肺吗 你老堆一块石头 拿自己的身体 去温暖它 有用吗 人家不需要 何必要让自己的生活 活得这么没有价值 这么卑微 他自己的价值 说你们俩都好 好吗 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就是你还记得 你大三那会儿 有一天晚上 已经蒙静了 然后你特别想吃鸡爪 然后我当时是没有回你 但是过了一小时之后 我是怎么做的 大半夜去给你做鸡爪 给你送到我们之前 那个秘密小基地 你还记得吗 然后现在我那个副业 偷偷瞒着你做的 就是我现在为你做了一家 小的鸡爪店 就是在我边上班 然后我自己 边自己做了一个 就是为了以后 你回来的时候 能有一口热的鸡爪 可以给你吃 然后那个鸡爪的话 也是要赚钱的 你相信我大概 过不了两年时间 之前我会 之前我可能不知道 你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今天通过今天的谈话 跟老师们的说话 然后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给我一次机会吧 好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啊 来 请关门 啊 来 请关门 啊 啊 啊